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消息 截止到28号已经有2500多名中国公民 搭乘国航、南航、东航和四川航空公司的航班 从尼泊尔地震灾区安全撤离返回祖国 但是由于有大量的装有救援物资以及救援人员的飞机 都在陆续的抵达家的满都 那特里布安国际机场目前负担非常的沉重 所以有许多航班也不得不中途遮返了